在浙江宁波镇还举办的第二十二届中国兰花博览会上,展出了来自全国各地各种品种的兰花六千多盆,其中一盆标价一千六百万元的兰花,吸引了一万多市民驻足观赏,他们轮番拍照,图为市民对着一千六百万元的精品兰花拍照。 图片来自东方IC,浙江中国兰博会是全国规模最大,规格最高,专业性最强的兰花博兰卉会,作为本届兰博会举办的镇海,养兰,历史悠久,盆在兰花远远流长,近年来,镇海的花卉产业,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,培育出了春兰,蕊饼,胡锐等许多兰花名品,建设了花木世界兰岛,等一批花卉产业基地。 图为市民对着一千六百万元的精品兰花拍照,图片来自东方IC,图为市民与摄影师们在价值一千六百万的精品兰花前观赏摄影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天价兰花无疑是博兰会上最吸引市民关注的意境,他们除了金钱欣赏外,还不断同兰花合影拍照,图为大妈大爷在欣赏天价兰花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浙江宁波镇还展出来,自全国十八个省市各种品种的兰花六千多盆,其中一盆标价一千六百万元的兰花,吸引了一万多市民驻足观赏,他们轮番拍照,图为市民对着一千六百万元的精品兰花拍照。 图片来自东方IC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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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